5000亿美元是NASA预估能让人类完成火星登陆的预算 能买下1.36个阿里 3.5个NBA联盟 建设100座Apple Park 买1400亿杯咖啡 却只够OpenAI建一座Stargate数据中心 但这也许只是开始 它的野心可能是这个的10倍 甚至更多 除了OpenAI之外 XAI Meta等科技巨头都开始疯狂在AI数据中心砸钱 全球开启了一波激进狂潮 压住新一轮的万一级市场 但是在狂潮背后 我们不禁想问 这么多钱都花哪儿去了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贵贵101 我是陈倩 那这期视频啊 我们就来扒一扒 AI数据中心背后的资本支出 数据中心有哪些部分构成 上下游主要公司和玩家有哪些 到底要怎么花钱 有意思的是啊 我们翻遍了各大报告之后 发现大家给出的预算啊都各不相同 究竟谁才是对的 更有数据中心啊被逼上了太空 原因是为什么 在AI被质疑存在泡沫的情况下 又为什么资本依然在疯狂的涌出呢 那先来看看今年10月15号 美国银行对于下一代AI数据中心的成本分析 我们将数据中心的支出主要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IT类设备 供电设备 冷却设备和工程建设 为了便于对比啊 我们将计算单位统一到每Gigawatts的支出 首先呢是与计算直接相关的IT类设备 分别为服务器 网络 存储三块 其中的大头啊就在服务器身上 每Gigawatts大概需要375亿美元 服务器呢就包含了CPU GPU内存 主板这些重要的元件 通常直接由ODM供货 比如说红海等等 他们会从英伟达和AMD这些芯片设计公司 拿到服务器的设计标准 并制造成整机 直接向Oracle,Meta,亚马逊这类超大规模的客户供货 ODM占据了服务器市场46%的份额 而其他的中小企业要购买服务器 那就得找戴尔,超威,惠普这类的OEM厂商购买 在网络方面 每Gigawatts需要37而51美元的网络设备 其中主要的玩家呢分别是 Arista,Sysco,华为,英伟达等等 那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英伟达在其中的市场占比只有5% 但是业界就有观点会认为 尽管英伟达的Infiniband 所谓的网络通信标准更贵 但是凭借着低延迟 无丢包风险的优势 还是更加适用于AI数据中心的 最后呢是存储 也就是硬盘 每Gigawatts则是需要19亿美元的存储设备 但大玩家呢就包括了 三星,SK,美光,希捷等玩家 我们将以上的三项相加 那么最终得出 IT类设备 每Gigawatts支出为431.51美元 那么这就是数据中心支出的大头了 当然啊 IT类设备呢是核心 但是整个数据中心的支持系统 也同样关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冷却系统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2018年 亚特兰大的一个数据中心遭受到了网络攻击 导致法院 警察局 机场等多个城市服务机构被迫关闭 攻击者除了用勒索软件锁住了数据之外呢 还干了一件事儿 就是侵入了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被入侵之后 环境温度骤升到100华氏度以上 一时间不少芯片受到了损坏 黑客呢 甚至还将服务器和冷却系统的控制权作为人质 要求支付51000美金的比特币 后来呢 攻击冷却系统的方式就越来越常见 花样也越来越多 那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 冷却系统对于一个数据中心的重要性 自然建造预算只占这个总成本的3% 随着全球AI算力需求的指数及升级 传统的风冷技术 已经很难满足于高密度算力设备的散热需求了 同时对于英伟达的GPU来说 散热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制约算力的核心瓶颈 因此对于数据中心来说 液冷已经从数据中心散热备选方案变为必需品 而对于配备液冷系统的数据中心来说 冷却设备主要包含冷却塔 冷水机组 CDU冷却分配单元和CRAH机防空气出力机组 如果要承担一个GW的散热 它们分别需要支出0.9亿 3.6亿 4.5亿 5.75亿 总计14.75亿美元 主要供应商由于分散在各个环节数量众多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是其中的维蒂 江森 仕图兹和施耐德等等都是这个领域的大盘家 那么说完了智冷 电力也是核心基建 我们就再来看看供电设备的情况 供电设备主要分为应急供电的备用柴油发电机 负责配电总控的开关设备 保障不断电的UPS 给各机组配电的母线槽以及其他配电设备 美国银行就认为典型的柴油发电机 每MW的成本是在40-55万美元 燃料箱 燃料缝和安装费用加起来大约是35-50万美元 因此每MW的发电机成本大约是在80万美元 要提供一个GW的电力 则需要8亿美元的应急发电机 但是在我们的嘉宾看来 其实真是成本远不止这些 原因是冗余性 如果你的IT的容量是达到了 比如说一个GW的话 往往是需要配不止一个GW的柴油发电机的 就几方面的原因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保证冗余性 像有一些可靠性要求特别高的数据中心 它柴油发电机的量 可能是两倍于数据中心的算力的量 比如说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GW的量的话 可能要配备两个GW的柴油发电机 在柴油发电机的市场中 最大的玩家是卡特比勒 康明斯和罗尔斯·罗伊斯其谱相当 除此之外 一个GW的数据中心还需要6.15亿美元的开关设备 9.85亿的UPS和3亿美元的配电设备 那么这些电器设备的三大玩家 分别是施耐德、维蒂和伊顿 所以整个供电设施的花费 算下来就是每GW 27亿美元 那持有IT设备的是三分之一 是不是还显得挺便宜的 但虽然供电不花钱 但是在美国 供电却成了很多数据中心的核心瓶颈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在视频后面再来展开说说 那我们先把这个开制的PiChart给画权 来看一下最后一项支出 工程建设 那么最后一项的工程建设费用呢 就包含了建筑成本、安装成本、总承包商费用等等 每GW的工程预计花费大约是42.8亿美元 我们合计算了一下 那么要建成一个GW的数据中心 最后的总支出大约是516亿美元 其中IT设备占比最高 成本达到了84% 那这么算下来 OpenAI10个GW的Stargate项目呢 就得要5160亿美元 那与官方宣称的5000亿美元的投资呢 也是非常接近了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翻各种盐报的时候呢 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不同的机构 它给出来的数据差距呢 非常的大 那比如说就拿Stargate为例哈 不同机构估算出来的总预算呢 甚至是差出了有2000亿美元 这是为什么 大家应该怎么去看这样的计算分歧呢 那这里我们就再多说一嘴 我们首先来看看几个不同机构的预测 Bernstein在11月1号发布的报告就说 每GW的AI数据中心成本大约为350亿美元 而且各项目的支出占比 也与美国银行的预测不同 比如说IT设备相关的GPU 网络CPU 存储总占比为56% 远低于美国银行计算的84% Barclays Bank在10月底给出的报告中表示 AI数据中心每GW对应支出为500到600亿美元 其中65%到70%都用在计算与网络当中 而在今年8月的 Morgan Stanley的研究模型中 一个GW对应的成本是335亿美元 其中计算设备占比为41% 而剩下的59%用于电力冷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那么为什么各家的预测数据相差会如此大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那么第一是假设使用的芯片不同 美国银行的计算对象 为英伟达在今年9月初发布的 Rubin架构的芯片将于2026年年底上市 而Burstein和Morgan Stanley的计算对象 则是2024年3月发布的Blackwell架构 Burstein的那个GPU的成本是13.65B BOA的Future那个成本是37.5 就光这个就差了20几个Billion 就这个差别我感觉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呢各家计算的金额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芯片价格不同 每GW相差了200亿美元 而像供电冷却等其他设施的成本相差呢 其实并不大 不过呢这也侧面说明了 老黄的下一代芯片又要涨价了 新的黄氏数学啊 所谓Jensen's Math 认为一座一个GW的AI数据中心 总成本是在600到800亿美元 甚至还高于了其他机构给出的预测 那么其中的计算成本 也就是英伟达的潜在收入 是大约400到500亿 我会觉得可能老黄应该还是说得准的 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想定什么价 是吧 他自己算过能耗是多少 然后价格他想定多少 他觉得自己能赚多少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计算范围的不同 BOA他相当于算的是什么呢 他算的是数据中心那个building 那个房子里边的那个成本 然后Burston他算的是包括那个房子的成本 然后他还包括了整个数据中心园区的成本 也就是他把那个园区里边的配电系统 还有这个发电机全部都包括进去了 BOA里面的那个发电机的话 我感觉他更多的是那个备用电源的那个发电机 然后那个Burston里边的那个发电机是Gas Turbines 就那个相当于是一个自发电的发电机 所以综合看下来我们的嘉宾就认为说 对于巨头们未来建设的数据中心 可能美国银行给出来的这个预算呢 会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情况一些 所以我们这期的预估呢 也就是根据美国银行的报告来整理的 那我们前面说到电力会成为数据中心的瓶颈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 我们的动画当中数据中心里面和外面呢 其实都有发电机 那其实呢在电力这一块会有不小的一项隐形支出 电力投资 那我们就再接着讲一讲这一块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和播客 是分别讲述了AI带来的用电荒 以及为什么美国如此缺电 而在一年半后的晶片 情况呢依然没有好转 如今巨头们为了获取电力 不得不自己投资建厂 OpenAI或者它的合作的伙伴 比较Oracle啊 他们需要想办法去创造新的容量在电网上 现在的很多科技公司 它得自己去建发电机 建发电站 变电站和一些配网的设施 甚至建一些稍微短一点的电力传输线等等 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如果要给一个10个G瓦的数据中心 配上一个发电厂的话 它的成本可能会达到 再加上可能120到200亿美元的成本 所以我们还看到啊 由于AI数据中心的大基建 还带火了被认为是西洋产业的电力股GEV 它的燃气轮机订单 甚至呢都排到了三年之后 谷歌呢曾经斥资30亿美元 改造宾夕法尼亚州的两座水利发电厂 费的就是换取3000MW的电力 这相当于获取一个Gigawatts 给花10亿美元 这还仅仅是改造的费用 还有呢马斯克为了Colossus 2项目呢 也是收购了一家发电厂 数据中心抢电抢得很厉害 也有一些分析师他们觉得 像G1这样的公司的话 它是会有溢价能力的 一句话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25亿 25亿是可能比较高的点 我觉得你用20亿的话 差不多就capx 到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数据中心不是本来就有 硬极发电机了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用这些发电机来供电呢 硬极的柴油发电机和大型的 天然气涡轮发电机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柴油发电机的话 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备用电源来使用的 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所有的组件都是为了这个高功率 短时爆发而优化的 所以它并不能承载24小时 随时随地都在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天然气涡轮发电机呢 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了 一年365天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运行这样一个使用的场景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是柴油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贵的燃料 然后相对于天然气发电机的话 它用的是天然气 它可以通过广道去输送 发同一度电的成本 柴油发电机的成本 很可能是这个天然气发电机成本的 三到八倍 所以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就卡在了获取电力上 美国电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功率 想买天然气涡轮发电机又买不到 由此也是催生了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燃料电池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甚至巨头们都被逼上了太空了 谷歌的最新消息说 计划在2027年将数据中心送上太空 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太空中利用太阳能板来发电 效率可以达到地球上的8倍 还能够解决晚上没有太阳能的困扰 可以说是免费且无限的能源供应 除此之外呢 在太空中还能够利用真空和辐射散热的方式 降低冷却系统的需求 那除了谷歌 微软 亚马逊 还有马斯克的SpaceX都开启了这方面的探索 那么建设太空数据中心又得花多少钱呢 那么在LinkedIn上面啊 我们就看到有相关人事预测 目前建设一座一个MW的太空数据中心 算上发射费之后成本大约为3550万美元 如果是一个GW那将是355亿 不过呢 这好像也没有比地球上贵多少啊 那关于太空数据中心是否可行 背后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之后呢 也会计划单开一期视频来好好聊聊 别忘了关注我们 那既然建设AI数据中心耗费如此之大 而且在市场纷纷怀疑充满泡沫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股基建热潮只增不减呢 那在我们采访的嘉宾看来 主要原因呢 有两点 那么第一呢 是投资不足 比投资过度的风险更大 大部分公司现在都意识到一点 就是 就是所谓的投资不够 给你带来的风险 要远远大于你过度投资 带给你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有可能 谁最先获得最好的AI模型 或者所谓的AGI的话 这家公司就会占据 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其他公司的生存空间 就会很快的缩小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过度投资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你无非就是买了更多的地 更多的店 更多的房子建税中心 最后你发现 可能你买多了 无非就是你可以把它 用作自己公司内部的 一些使用啊 效率的提升啊 或者你可以把它租给其他人啊 或者就把这些地啊 店啊 卖给其他公司啊 总体来说 就是过度投资的风险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封顶的 而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呢 只要有算力 科技公司们总会有办法去用掉 在硅谷有一句话 就是Bill will always eat Andy 你只要有infra 你只要有hardware software总有办法 可以想办法帮你运用掉的 这周早些时候 OCP Meta的人就在里面说 其实他们目前的GP 光用来去做他们内部一些AI 比方说Instagram啊 或者Facebook 然后去筛除一些 不合适的这些内容 他们其实也已经要 需要很多算力了 他就算有多余的闲置的算力 他用来做内部的降本 cost reduction 他其实也是完全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主流的这些公司 都不会担心说 这些会overinvest 所以呢我们看到 哪怕现在市场纷纷质疑 AI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 巨头们啊 依然在疯狂的投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 上万亿美元的需求 钱从哪里来呢 其实就是这些 Hyperstealer 它的这些自身的钱 我自己赚的钱 我再投回去 我自己欠的钱 我再投回去 那后面呢 其实就是要 靠这些 Public market 公开市场 就是这个债券市场 美国的investment grade 或者high yield grade 然后还要说 最近这个新权 我们管叫美国的 引资银行 就是所谓这些 private credit 你把它break down 基本上就是 这些大的融资渠道 来撑起这个 整个的AI 这个build down 这在美国历史上 也不是没有见过 我觉得AI更像一个 全球的这么一个 基建的大的 这么一个周期 只要你能挣到钱 你是全球的增长的 这个driver 真的是不用特别担心 钱这个事情 那么这场看似疯狂的投入 本质上是一场 关于谁先抵达未来的博弈 或许这条路充满风险 但是对于科技巨头们来说 缺席的代价 比投资错误的代价 要更高 好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我是硅谷101的 联合创始人陈倩 你们的点赞 留言和转发 是支持我们 做好深度科技 与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Bye Bye